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科学家们揭示了一种2.4亿年前的类似龙的爬行动物 中国新房价格连续第七个月下跌 请大家收看 科学家们揭示了一种2.4亿年前的类似龙的爬行动物 德国之声 科学家们对一种被称为东方孔头龙的 240万年前的海洋爬行动物进行了全面描述 它被比作中国的龙 这些化石是在中国南部的贵州省发现的 这种生物有着长长的脖子和其壮志 在它的胃中发现的保存完好的鱼类 表明它非常适应海洋生活方式 来自苏格兰 德国 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们 在北京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对这种爬行动物进行了10年的研究 中国新房价格连续第七个月下跌 日经亚洲 根据官方数据 中国一月份的新房价格连续第七个月下降 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 继12月份下降0.4%之后 同比来看 价格下降了0.7% 创下了十个月来的最大跌幅 自2021年以来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面临困境 原因是高杠杆开发商的违约问题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这个行业 包括要求国有银行增加对住宅项目的贷款 并放宽了主要城市的购房限制 央行最近还宣布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准房贷利率下调 然而分析师认为 对房价的影响将有限 因为现有的房贷持有人要到明年才能受益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直在为大家播送最新的六度简报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科学家们揭示了一种 2.4亿年前的类似龙的爬行动物 这种被称为东方孔头龙的海洋爬行动物 在中国贵州省的画室中被发现 它拥有长长的脖子和其壮只 被比作中国的龙 通过在它的胃中发现保存完好的鱼类 科学家们认为它非常适应海洋生活方式 这项研究长达10年 由来自苏格兰、德国、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们共同完成 其次 中国新房价格连续第七个月下跌 根据官方数据 一月份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3% 同比下降0.7% 创下了十个月来的最大跌幅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直面临困境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支持这个行业 包括要求国有银行增加对住宅项目的贷款 并放宽了主要城市的购房限制 央行最近还宣布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准房贷利率下调 对于这两则新闻 我有一些观点和分析 首先 关于2.4亿年前的海洋爬行动物 它的发现为我们了解古代生物的进化历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同时 它也让我们对中国古代龙的传说有了更加真实的认识 或许 这种类似龙的生物正是古人所看到的灵感来源 至于中国新房价格的下跌 这反映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虽然能够短期内缓解一些问题 但对于市场的长期稳定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牵动着经济的发展 因此 政府在引导市场 平衡供需的同时 也需要注重风险防范和合理调控 以上是我对今天新闻的观点和分析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接下来 我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和观点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飞 订阅プ